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柳晨为您播报新闻 新闻时事报得到的最新消息 联合国举行特别会议 以128票对9票 表决美国决定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说法 是以色列首都的说法为无效而粗暴的 以下请看视频介绍 联合国大会举行特别大会 讨论美国宣布承认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时间 引发的国际危机 大会以128票对9票决议 批评美国的举动为粗暴及无效 美国总统川普早先在白宫就威胁 可能会减少对联合国的援助 美国大使尼基哈利说 美国决定将其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 因为这是正确的做法 因此在联合国的投票 也不会对这一决定产生任何影响 请 exactlyare来这里 访问 可否小组在这里 访问 我们先请不吝点赞产生任何 monte有声 请不吝点赞产生任何 Gin ca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